非常好啊 在往前的一个假动作 这球呢是贴戴了底线以外 您觉得王亦凡的这名运动员 他为什么能够成为世界第一呢 如果您能讲讲王亦凡的这个技术打法吧 因为王亦凡他主要是 在场上还是比较凶狠 还是比较凶狠 主要一条这个小孩 虽然是个山海女孩 但是他拼近场上 拼近好气势很好 这个他的主要一点 就是说他的压后掌 通过后场来创造进攻 这一点压后掌是压的 威胁性是比较大 再加上他自己有这样一个身高 而且还常常移动 也是比较积极 我觉得王亦凡好像挺刻苦的 他在体能训练方面的量很大 比较很用心 训练确实他是很用心的 其实在游国杯这样的大赛里边 那担任这个第一单打 第一单打 其实我觉得对于年轻队员 还真的 压力是很大 没错没错 对此这个现在担任教练的张宁 应该是深有体会的 张宁也是 这个特别像这种 这种游会杯或者汤杯 第一单打的 折日和压力确实很大 就是遇到这样的球 都不一开局 开局了 我们就这么讲开局 这个开局是很关键的 应该是像马斯克帝 他第一一开始上场 他也是最近很紧张 对这个失误 造成的是比较多的失误 对这个这个小孩就是很比较年轻的 我真的在前面看过的打球 他确实还是比较年轻的 嗯 但是他要他要速度想想通过速度来跟王一涵打 他这个就比较难 嗯 这个难的 他直接通过既要有速度 还要有稳定 他必须要稳有多拍能力 王一涵这一段 之所以他走到了这个第一的位置 他主要是这个在这个场上的食物率减少 稳定性比原来要加 嗯 就是这个就是说过渡球 哎呀 这些这些技术 嗯 他逐渐的就是慢慢成熟一点 新 首先是心态 这个场上的心态比较比较能够承受得住了 嗯 而是一个批掉失误 现在基本上现在这个分差六分 主要还是说这个菲比马斯图蒂啊 他自己在主动这个失误的方面控制不太好 所以给王丽涵送去了不少的分数 其实这两位小将都很年轻啊 印尼的这个呃 菲比呢才21岁 王一涵才22岁 所以两人都是很年轻的来单纲第一担打 相信他们肩上的压力都很大 不过我觉得打团体比赛 其实我觉得任何一个位置都很重要 像昨天晚上 这个马来西亚的这个和丹麦啊 两个强队提前的在男子的汤姆斯杯中交锋 我觉得那个哈菲兹身上的压力 真是更大的 就是说他的到第三担打的情况下 他是要么不出场 只要一段出场 一段出场就是这种 对对对 关键球 对对 生死 就是来决定生死的一个一个战役 所以我觉得那个第三担打的那个压力啊 一点也不比这个一担小 因为各有各的压力嘛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团体比赛 可能跟个人赛事就是不太一样 昨天晚上呢 这个哈菲兹呢 在赢了丹麦之后呢 他们的首相夫人没有来到赛场来看比赛 但是在他在清清发不清 接受采访的时候 这夫人电话就打过来了 打到李宗伟的手机上 所以之前呢 他们在小组下里面可能有点轻敌 我也跟这个李治导 李永波指导聊过 他说这个马来西亚 打日本 打日本 独播呼声太高了 没想到这个日本现在均衡 实力这么均衡 结果出现了这样的这个失败以后 他们有点觉得面子上 觉得一定要赢了一场比赛 结果好像有点 面子上有点 肯定压力打 对压力 他在这里打 而且他希望 按他的这个实力 他也觉得他的实力很平均 特别汤杯 这次呼声很高 在马来西亚 对 他们要十八年再多 所以第一场在小组里面 输给日本 他自己也没有一人了 日本还是很强的 在另外一场 这个汤杯半决赛里面呢 这个他是 应该是击败了 八强赛里面 他是击败了德国 也是闯进了四强 所以 这个日本队呢 也是实力不可小视这一次 王一涵呢 但是休息了之后呢 已经出现了比较快速的 那个突击的杀球 12比5 好 好 谢谢大家